多謝大家再回來了 我們禮拜大後面有一個 使老有所忠 即是老人家可以好好的 忠老 即是說老人家的下半身的問題 在聯合國的1982年 在維亞納召開的首屆世界老人會議裡 以及1999年召開的十一天 叫做國際老人日 或是2002年在馬德里召開第二屆世界老人會議裡 都有提到要對老人家有所特別的照顧 另外我們的禮文篇也有提到 藏有所用 也根據《人權宣言》裡的第23條 提及工作權 人人享有工作 以自由選擇職業公正與有利工作條件 免於失業保障的權利 免於失業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時候 在很多他們叫做自由的國家 例如今次疫情之下 有很多人失業 失業之後怎麼做呢 政府就派一些錢給你 當然派不夠 因為他很怕你一尾就拿保障 他就不做事 所以他派是 剛剛餓你不死 吊著你的命 那種 但我們再看回中國負責 扶貧的事情 中國是否派錢給那些不幸人群 中國不是這樣做 中國花很多錢 但這些錢不是派給這些人 譬如 在山區居住的那些人民 和社會非常隔絕 因為在山區 道路不通 於是政府 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不計成本 打通條路給你 又或者那裡沒有水沒有電 亦都不計成本這樣幫你 拉電線進去 幫你裝水 那麼現在 在現在今天的社會 那個資訊很重要 所以中國也都不理 那個山區多少人用那個電話 都會有那些電話發射 拉到那裡 使到這個人人有一個平等的環境 這個環境不會因為你在一些山區 而有所損害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自然可以 狀有所用 接下來 他也說到 又有所掌 亦都跟人權宣言入面 第25條 第2款 和第26款的教育權有關 他們入面說 人人有權接受教育 教育應該是免費 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 亦都可以參考聯合國 兒童利益的 兒童權利的公約 中國現在做到 就是 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九年的免費教育 這個免費教育 使得真是 又有所掌 可以讓他們去讀書 接著就是 關寡孤獨 殘疾者 皆有所養 這個亦都配合 人權宣言的第22條 和第25條 就包含了 聯合國大會 亦都在1975年通過了 所謂殘疾人士權利的宣言 Deco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ians 這個其實我們在 孔子的禮運大同編 一早已經說了下去了 接著就有 誤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 這裡很多人就把它解釋為 一個 財產公有權 我就不是這樣解釋 我 誤其棄於地也 就是誤其棄於地也 不想被人放在地上 不必藏於己 不必藏在地上 不想被人放在地上 就拿走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們很不喜歡 那些貨物 有些價值的東西 放在地上浪費了 但是 亦都不會因為這樣 而把它放在地上 給自己用 這個 就不是直接所說的 所謂財產公有制 這個絕對不是共產主義 這個是一個 不想浪費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 我們 發覺有東西留在地上 很可惜 但我們不會藏在地上 是一個 很大方的東西 當然 你自己也可以拿出來給別人用 這個 李運大陸 沒有說到 沒有要求你這樣做 只是要求你不要 看到有財物 立即收起它 這個貪心是不好的 另外 那個 完整目標來說 當然就有 我們的 大盜之行 天下圍攻 另外第二點 我覺得 亦都想說 就是 力護其不出於己 身也 不必為己 就是說 當社會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很生氣 我無法出力 護其不出於身也 我出不了力 而做這些事情 不一定為自己 而最終目的 我們在做了什麼 就是 故謀弊而不興 涉 盜涉亂賊而不作 故 愛護而不貴 是為大同 其實這個 我們每天都希望 就是一個 很安全的環境去生活 這個安全的環境 當然包括了自己的 人身安全 但也包括了財物安全 我要出街 就出去囉 你不用擔心 有人偷你的東西 這是一個 財物安全來的 你可以隨便出街 可以隨便去哪裡 這是人身安全 我們希望 這個理想世界 是一個 不需要為自己 將一些東西 併埋 不需要擔心 有人偷你的東西 而要鎖門鎖窗 一個這樣的 非常穩定 安全的環境 這是我們要追求的東西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從 人權宣言和 李詠大同編比較的話 我覺得 李詠大同編 比人權宣言的 程度高很多倍 大家或者 有其他意見的話 歡迎留言